今天我們來到新竹的關係 這邊的客家菜非常多 那這間是我吃過 我覺得大家的水準十分的足夠 非常的好 那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 梅花客家料理 這是你們的仙草雞湯 我們是用那個早上現載雞 溫體雞啊 對 溫體雞 講到雞 你有吃過 倒數一油超賣炸雞嗎 油要處理好 好不好 大哥 對 歡迎收看超白人生 我是到此一油的超哥 今天我們來到新竹的關係 那關係是一個純樸的小鎮 我想這裡的客家人非常的多 所以這裡的客家餐廳也非常的多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有介紹過一些 我們還蠻常來這邊的 這邊的客家菜非常多 那這間是我吃過我覺得 蠻特別的 蠻好吃的 首先呢 它的規模並不大 家庭室 它就好像坐在人家的家裡 吃飯這樣子 對 然後看著阿姨炒菜給你吃 對 我覺得這個是蠻質樸 蠻難得的 他們已經50年了 對 傳承了三代 你知道 它的Google評論 有4.5顆星 然後因為這邊離新竹也很近 所以它有一些什麼 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鮮炒雞啊 就是鮮炒煮湯 客家菜該有的東西 這間店你都可以找到 梅干扣肉吧 對 客家小炒 客家小炒 尤其它的客家小炒 我覺得它的水準十分的足夠 非常的好 那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 超派人生到新竹關係 到此一有 超派 說真的這裡的環境真的是 頗為奇妙 就真的像你坐在人家家裡吃飯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追求餐廳的裝修的 可能這裡就不適合你 但是如果你想品嘗道地的 然後好吃的客家菜 我覺得我是推薦的 它的這個菜色 就是無食無華 對 這個炒板條是一定要吃的 沒錯 來新竹這邊這一帶的話 就一定要吃炒板條 雖然都叫板條 每一家炒出來味道還真的都不一樣 超哥覺得有多可惡 好吃 我把那個鍋器破香炒出來 而且它上面加了很多的這個 油蔥酥 油蔥酥很香 所以很香 非常香 坐在這邊就可以聞到了 對 吃一個 很香 我認為它的調味調的蠻好的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鹹 所以吃起來感覺其實是很舒服的 就像你在家裡吃的菜 大部分都不會太鹹 因為媽媽會說 不要吃太鹹 這個板條一吃就知道是 手工的 而且我個人非常非常愛吃板條 板條基本上有分厚的 比較厚 做起來比較厚跟比較薄 我覺得他們家用的是偏薄的 但又有手工的感覺 蘇菲出去 只要看到那個麵店有板條 它一定連板條 你吃吃看它的豆干 就客家小炒 它是炸過以後 再下去炒 我那個炸的火候剛剛好 就豆干吃起來不能軟軟的 也不能太硬 它是剛剛好 這個真的是一流 有些人就是太乾了 但因為每個人喜歡的口感不一樣 我們比較喜歡吃的就是這種 外面感覺脆脆酥酥 對 但裡面其實是軟的 它是柔軟的 柔軟的 所以這個是梅干扣肉嗎 客家菜的招牌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客家菜裡面 只要吃客家菜 你說你沒有吃到這道菜 好像就覺得你沒有吃到客家菜 客家小炒啦 梅干扣肉啦 薑絲大腸 還有薑絲大腸 這邊山區嘛 所以它的雞也很有膜 沾結醬 你如果這幾個菜你沒吃過 你說你吃客家菜那個 就好像沒吃到一樣 對 好好吃耶 這不行 這一定要飆飯 這不行 我來裝網站 這個東西一定是這樣子 把它淋上去 然後再咬一大塊 你看這個多麼美麗 多麼美妙的三層肉 然後再加一點蔥 它入口是有一點鹹甜鹹甜 我很難形容那個滋味 但是很平衡 就你不會覺得它很鹹 菜一上來的時候 其實覺得乾乾的啦 對 但是吃下去啊 居然不會柴 不會柴 有沒有覺得很好玩 不會柴 而且它的肉也不是說那種 很肥偏膩的那一種 就是肥肉很多 然後瘦肉很少 不會 瘦肉不柴 肥肉不膩 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菜 對 對 這個是我吃過很多餐廳 但是 很少見的一道菜 一般餐廳很少這個 骨髓炒蛋 好香喔 沒有那種你想像中任何的雜味 它就是吃起來很像豆腐腦 然後又有一種那種腦花的香 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吃腦花 但我覺得那是很好吃的東西 它是從排骨裡面抽出來的 特別抽出來的 而且你的水還有 那就是他們就會冷靜 因為你自己煮就不一樣 這是那個豬的脊椎 對 抽出來這樣 很好吃 不好意思老師 可以請問一下 菩菜三層跟梅乾扣肉 菩菜跟梅菜不一樣嗎 梅乾 菩菜是湯 這個是再拌乾的 就是我們這裡的老民家做的 這個很厲害的 這個做是100年都不會放 一百年都不會放 前任人就會壓乾 因為空心不一樣 對 他沒有辦法放 有多半點搭 對 就是搭會出來的鹽巴 就是搭水 阿這個跟梅乾菜不一樣對不對 梅乾菜 梅乾菜 他們就是酸菜 鹽變酸 最早是做酸菜 對 你再煮湯了 再過來就是 再乾一點就是鹽巴 差不多這個 這個老師 什麼道具都有 這個很特別 這只有夏天才有 這是紫蘇裡頭 我來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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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啊 肉啊 對 它的味道很特別 它有一個介於紫蘇 跟九層塔之間的味道 對對對 它兩者都有 所以它叫做紫蘇裡頭 對 裡頭 那會不會叫裡頭呢 你都在問我 欸 什麼是裡頭裡頭 這是因為客家很講 豬舌頭 豬舌頭 豬裡頭 哦 紫蘇炒豬舌頭 那口感很奇妙 因為很好吃 會有一種清香回味 對 肉醬菜大概 全台灣層大概 只有一兩家在炒 嗯 這個很老的菜 很古老的菜 好像在場 因為我們客家比較多 醃漬的東西 它是豆醬 喔 豆醬 加上豆醬 它有黃豆 是黃豆醬 那也有黑豆醬 黃豆醬炒大腸的 這個黑豆醬也很好吃 你可以直接 白飯加進去 嚼一嚼也很好吃 對 它是炒肉 我覺得你們家的薑絲大腸呢 吃起來它的味道 比較溫潤 那為什麼有些客家菜 它的大腸吃起來 為了要夠酸 所以它那個醋 醋的味道就會太嗆 你們家的是酸 但不會嗆 對 而且會有一點葵乾 對 它就是要對醋的選擇 還有還有加上那個黃豆醬 還有那個大腸 大腸要自己拿來 經過處理 要用那個冷水去沖它 一直流水 就是那裹水去沖它 對 如果說沒處理好 第一個它會 滑滑滑的 對 又爛掉 就要一個工啊 像我們家的菜大部分都是 多工啊 就是你要好好看著它 看著它 然後不要 不要失誤 一失誤整個就完了 就是這樣子 這裡面有沒有失誤 失誤的喔 目前是 目前沒有啊 這個雞 主要客人來吃土雞肉嘛 土雞肉 沾這個雞醬 它剛好 我家隔壁就是 它老人家喔 很久很久之前 那個雞醬 風行的時候 他送我兩罐 一罐是菩菜 一罐是雞醬 喔 那我吃的我就 沒有 送你那兩罐 那比較頂級的 我說頂級它是有果香 這雞醬非常好吃 就像他講的一樣 嗯 還不算頂級啦 這個只是一般的 一般般可以 但是我覺得 比起一般餐廳的雞醬 可能是用罐裝的 我覺得這個 已經算好吃很多 而且就像 你講的一樣 可以吃得到那種果香 果香 對 所以關西是這個雞子的產品 對 因為我們這個關西附近 都農場都有產 都自己製作這個雞醬 還有你們的 這是你們的仙桃雞湯 對 仙桃雞湯 對 那個仙桃雞 我們是用那個 現宰的雞 早上現宰的雞 所以它那個 雞肉就會比較滑嫩 溫體雞啊 對 溫體雞 對 現宰的溫體雞 講到雞 你有吃過 油要處理好喔 好不好 大哥 對 我們這裡面 跟其他的 仙桃雞不太一樣 還有紅棗 對 有紅棗 人參 還有人參 對 你看 人參 人參 這個就像我現在的心情一樣 人參啊 人參 我還是那句老話啦 他們家的菜 賣相 可能沒有說絕佳啦 但是喝下去了 你知道這樣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沒有 這個仙草雞 黑漆麻烏的 但是 我喝第一口的時候 下去那個仙草的 在你口中不斷的回繞 雞肉是甜 而不會散掉的 不會整個燉到 就整個都暖去 散去這樣 然後這個湯頭 會讓我覺得說 絕品 就兩個字 絕品 老闆是第三代 對 第三代 做了大概五十幾年 五十幾年喔 我媽媽是87歲 對 還在一起 來這邊吃飯 很特別 就好像 自己的家人 然後 有好的食材 也跟你分享 那你在這邊 你吃不到很多花俏的菜 都是很實在 他們的價錢也一樣 是非常親民 所以為什麼你們可以用 這麼平時的價格 這很簡單 因為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房子 是 不用租金啊 第二個就是我們是 很少錢 就是自己家人在做 對 自己家人 不用人工錢 是 然後這個食材就是 很近嘛 就是市場很近 都是在地的食材 都是在地的食材 沒有外面被的位子 都是手工菜 就是沒有想要賣 那種很高的價格 讓大家都消費得起 就這樣 比如說要定位就可以了 大家有機會來關西的時候 經過關西 走過路過 不要錯過 希望大家有機會 來試試看我推薦的 這個梅花客家料理 它的菜都很有水準 那我很喜歡 希望有機會 你們可以來試試看 大家記得訂閱喔 訂不到不要罵我 喜歡我們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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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關西 大老遠跑來關西到此意有 好 謝謝大哥 謝謝 超白 超白